魔玉是天南星科 魔玉鼠多年生草本植物 又叫鬼玉 妖玉 蒟若等等 品种有很多 名字之所以如此魔幻 除了源于它的长相外 可能还源于它全身都带毒 这玩意是魔鬼吧 别给它起个下轮的 我又再提醒大家才行 魔玉毒性最强的部分 就是这块筋 不能随便生啃 得经过特殊加工才能吃 九文字记载的 我国使用魔玉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大约1700多年前 那时的魔玉有另外一个名字 若 原产于无鼠 也就是现在的四川西南部 以及云南和贵州 西近的鼠都富有记载 这种植物的根叫做若 有的个头打得像斗一样 它的肉是白色的 可以用灰质来煮它 之后会凝固成块 据推测最早吃魔玉的 是以遗族为主的当地原始族群 这玩意有毒 不行 这么大一块 拿来吃简直是太浪费了 嗯 怎么吃呢 经过他们的种种测试 与不屑研究 终于想出了安全吃魔玉的办法 把魔玉 把皮 按在石板上 轻轻研磨 然后用碱水 长时间的烹煮 一道美食 就成了 后来 魔玉被带去了中原地区 并传到了寺院里 天天吃白菜豆腐的僧侣们 累目了 终于又夺了一道能吃的东西 很快 魔玉变成了他们餐桌上的佐食 并且随佛教传到了日本的寺院 最后 一发不可收拾的成了日本国民超爱的美食 70年代 日本种植面积达到了世界第一 而到了1995年以后 被我国赶超 魔玉里还有一种植物多糖 福甘菊糖是一种天然的可溶性膳食纤维 它可以降低血糖血脂 抗糖尿病 还能抗炎症活性 干预癌细胞的新陈代谢 另外 魔玉热量非常低 100克魔玉粉丝提供的热量 大约相当于米和面的十分之一 福甘菊糖吸水后 会极具膨胀 能强烈增加我们的饱腹感 好冲 另外 还能促进肠乳动 增加便便含水量 改善便秘 但如果不小心吃多了 肚子好胀啊 因此 消化不良 有皮肤病的人 要少吃 魔玉性寒 有伤寒感冒症状的 也要少吃 更不能直接拿它 代替一日三餐 还是要注意营养均衡 我是花小落 我的梦想 是成为一名 吃啥都不长胖的 博学的画家